那些毕业后迎闯北京的本科生现在都混得怎么样了 这是我在北京一个月花3500块钱租的温馨小窝 带有阳台 我是2019年毕业于天津北人区的一个普通本科学校 跟着同学顺大六一起来北漂 多理差着几千块钱 还是大学时攒下的奖学金 没想到在北京租房都是压一负三 以四得交一万多 所以张口为父母要了最后一笔钱 重视开始北漂的生活 在私企当马龙一干就是四年多 总共待过三家公司 搬过五次家 工作呢现在还是干着最底层的活 我入行的时候互联网行业已经属于后期 现在更不景气 随时面临裁员的风险 努力的这四年赚了一笔钱 可以全款买下我们现成的一套房子 但是依旧没有归属感和安全感 婚姻大事也没有着落 父母跟着操心 这是我半年掉的头发 我只收集了洗发之后掉的头发 没想到攒了这么多 我现在的发量和我的大拇指一般粗 发缝也很大 这就是27岁普通北漂打工人的生活 我很少抱怨生活的艰辛 无论钱多钱少 每个人各有各的难处 与其抱怨浪费时间 不如努力改变 外求求而不得 内求生生不息 有句话讲的挺有道理的 我们都有自由的双腿 当你觉得没有鞋子穿的时候 不妨想一想 那些没有脚的人是怎么走路的呢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 最后 感谢观看